你怎么回事 出师表全班都背过了 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不过了 最近训练有点忙 别拿训练做借口 人家前三一训练也忙 可人家每篇古文都背得溜溜的 他一输呆子训什么练啊 前三一参加的 可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训练 还不服气啊 而且人家上周的作文是用文言写的 我也用文言写的 你还记得 可你写的什么啊 窗前明月光低头吃便当 垂死病中经作起 孝文各从何处来 遥想恭敬当年小乔出嫁了 使我不得开心眼 有意思吗 像你这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 我今后搞体育你也搞不好 人家奥运回场拿金牌的 都是有脑子的 老师 死记硬背 那是孔一级时代做的事情 这些古文 我现在分分钟就能百度出来 我还把它放在大脑里 沾泪存干嘛呀 我们现在就要多做 有创造性的工作 不要把精力都浪费在这些 毫无意义的死知识上面 创造性的基础是什么 创造性的基础 首先就是放销 你能平地起高楼啊 高楼万丈平地起 行啊 姜天豪 我不管你了 反正你认为我教你的 都是毫无意义的 来 今天我们讲 庄舟的逍遥游 北鸣有鱼 齐鸣为鲲 鲲之大 一锅炖不下 化儿为鸟 齐鸣为鹏 鹏之大 需要两个烧口价 一个秘制 一个麻辣 再来瓶雪花 带你雍闯天涯 我说 蒋典昊啊 你还真没辜负你的父母 完全就是一个 开饭店的好苗子嘛 所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不想开饭店的厨子 不是好学生 可惜了 我这是教室 不是你们家开的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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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学习家庭 我认为你 要不要 我认为你 不想开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